就叫修行 但是对眼前的一切 一个人 一只猴子 一只狗 是平等的 外表不一样 但是它内在是平等的 你爱一只狗 你爱一个人 是一样的 而不是说 我对人才爱 我对狗不爱 不是那个意思 就叫平等的爱 那你就没有分别 就没有痛苦 所以如果你很喜欢眼睛很漂亮 你看牛眼睛比你漂亮吧 你喜欢头发弄得蓬蓬的 母鸡都比你漂亮 但是人就是 很喜欢比较那个 比较那个 比较 哎呦 我180 他170 我多他10公分 好爽 我眼睛有双眼皮 他没双眼皮 你干脆割成三眼皮算了 这样就比较美一点 因为他都是在 执着那个点 多一点钱 房子大一点 人家四轮 给你开八轮的好了 感受 拼摸几步 赶快 他骄傲一点 但事实上这些 对解脱生死 有帮助吗 没有 人家就想 所以各位呢 无名贪爱 是痛苦的因 所以佛陀讲第三个 灭地 那如何消灭生命的痛苦呢 那你就要把 无名贪爱消灭掉就好了 所以他叫我们打坐 点灯 思为 真相 把无名消除掉 禅宗的道理 把贪爱执着 转 等一下 来 转贪心为菩提愿 转称慧为大慈悲 我们的贪要变成一种 不是贪自私的 我要为众生成佛 叫转贪心为菩提愿 称慧是排斥对方 我要把称慧变成爱 我要爱接受 你打我骂我 我依然爱你 关心你 要这样修 心中没有恨才是最美的心 最有力量的爱 所以转称慧为 呼称的大悲心 转愚痴执着 看不到真相 执着爱情 执着地位 执着面子 各位这些都只是一个假象 像 念一下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应作如是观 你现在所追求的一切 都是梦幻泡影假的 就像云雾一样 你要看清楚 不要被这个假的抓住了 一个感受也是假的 我老公很爱我 能够让你不要生老病是吗 那只是一个感受有人爱我 但是你执着这个感受 你就会苦 所以心经说 无色受想行事 色就是肉体 受就是感受 想法 照做 意识分别 无色受想行事 照见五蕴皆空 你能够有智慧 你能够有智慧了解 它只是一个现象 组合 没有真实的我的头 我的感情 那你就操作了 解脱了 所以每天运动 还是会死 让你多活十年 但是真正让你不死的 是一个无我的智慧 无我的 叫空性的 这个身体不是真正的我 太阳才是我 因为离开太阳我不能活 离开水我不能活 离开空气我不能活 各位要不要试试看 现在开始 三分钟不要呼吸 好不好 死到没变 结论都想都不用想 离开空气你不能活 没什么好骄傲的 感谢空气 所以不要破坏空气 破坏空气你会得肺癌 不要破坏水质 破坏水质你会得血癌 不要破坏硬体太厉害 你会得骨癌 因为你的身体 不能够离开这个世界 所有存在的地水火风 这特别在马来西亚 各位在利民达会展 会说大家从事农业 种棕榆树 种橡胶 种很多农产品 各位一定要感谢大地 要感谢大背功啊 但是不要 就算你要挖也要 跟他说谢谢 感谢这些树 树还至于太阳 太阳跟空气 所以人类给树二氧化碳 树给人类氧气 所以离开树你不能活 所以人活在这个世间 不是单独自立 不是单独自己可以存在的 因为我们是 互相依靠 和存在 所以各位要感谢国家 我们是华人 我们感谢马来人 我们感谢马来西亚政府 你要从心里面感谢 你如果从心里面感谢 你还批评他 对你伤害很大 所以各位 你的老板可能比较严一点 苛刻一点 但至少他给你一口饭吃 所以就像我们感谢爸爸妈妈 没有爸爸妈妈给我们生下来 带我们养我们 那我们怎么做人呢 所以不孝顺的人 土地公说 不要站在我土地上 不孝顺的人 不要站在我土地上 尽管你爸爸妈妈打你冒你 他生下你 是个人 你做人有机会成佛 天上的神最羡慕的就是做人 你如果有做人 你才可以修行 人成而佛成 每一个佛都四宪跟释迦牟尼佛 在人间做人而成佛 所以人是最宝贵的 人有改变自己的机会 做天神没办法改变 他只想升更高的天 做三个道没办法改变 除非有人要嘲读他 唯有人 人在又痛苦又快乐 在这种状态 他就会想要去 为什么会痛苦 为什么如果追求快乐 等他了解佛法 追求真理 快乐的 因是什么 不失啊 持戒 痛苦的因是什么 生气啊 杀身啊 贪嗔痴啊 所以他了解了 所以什么叫智慧 为什么要点灯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什么该想 什么不该想 就像各位男人结婚了 你要想什么 我要让太太快乐 太太快乐 儿女就快乐 全家就快乐 你不要搞外遇 你不要故意刺激他 你刺激他 最近台湾发生很多 太太带着小孩自杀 所以一位男人搞外遇 要死 他就要连他最爱的小孩 都让他死 就造成很可怜的悲剧 所以但是你要去想 该想的 该做的 你要娶他 你就要对他一辈子好 你要嫁他 你就要忍受他一辈子 然后要彼此了解 这个位置要怎么做 所以这就是佛法 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 多多听佛法 然后呢 现在很方便 网路上也好 书籍也好 很多大法师 善知识讲了很多 那你要知道正确的方法 千万不要这样笑 我讲了 杀猪在拜祖先 你真不笑啊 祖先本来快快快快 快超度了 你买一个猪肉给他拜 他又掉下去 他难得要超度了 因为你有一个杀业伤害他 祖先就快快快快升天 你又白瓶酒 他一盒又掉下去了 所以佛教罪忌讳酒 因为酒会让你丧失心性 魔就会负你叫酒鬼 爱喝酒的人戒不掉了 因为有酒鬼 除非你要写牌位 超度我的酒鬼 烟鬼 毒鬼 色鬼 因为有鬼在你身上 吸毒为什么戒不掉 医生说那是身体反应 事实上不是 是一个毒鬼附在你身上 他没有身体 他必须靠你去吸毒 他得到那个毒品 他毒到那个味道 所以这个吸毒鬼在你身上 他不让你戒的 他会让你痛苦的 你要把他超度了 你不把他超度了 现在你戒两个月 以后他还是来找你 你克制不了的 所以什么心态 在召感什么鬼 正面的心态召感神 佛菩萨 负面的心态召感鬼 魔 所以你的命运你自己决定 所以我们叫戒 戒就是各位心要正要正 该想的该做的 不该想的不该做的 你要正规法 就是正而不邪 要端正 人正神一正 人邪神一邪 所以各位不要看庙大间 你就去拜 这庙主持庙的 或这些人人正不正 他的动机是什么 他的动机是钱钱钱 政治金钱 那你千万不要滚 那个是个复杂的痛苦的地方 没有清静的 所以我们家 如果你搞事庙大 人家政治人物也来找你 那个也会找你 你要小心 该必要比 因为佛寺寺庙是清静 不能搞这些是是非非的 那你要搞 那你就不清静 不清静你就早敢磨 磨找你 你晚上就会找女人睡觉 连出家人都会 因为你会觉得这个对 因为磨已经进入你的心了 睡觉你癌症就会好 有没有看过这种新闻 你女儿跟我睡 病就会好 因为他已经磨攻入他的心 你心不正 磨就来找你 所以修行人是个 你想想磨成道 你看释迦牟尼佛要想磨 你不想磨你成不了道 你越想要成道 你越想要成佛 磨越来转碍你 但是磨从哪里来 心磨召感外磨 是你自己里面有磨的 你心里没有磨 外磨不会来找你了 我很喜欢谈恋爱 女生看我两眼很爽 女鬼就来找你 我们超度 今天各位就带很多女鬼回家 或是男鬼回家 曾经有一些女生来找我 师父那天参加人家回来 晚上怎么有男鬼来找他睡觉 被强奸了 而且天天来找他 我说你要告谁 你怎么告 他都没办法 那个是鬼 我说你参加超度的时候 要端正 你那时候不要再显现 你是男是女 超度的时候要什么 来 自己变观音菩萨 各位要注意记住 你要去洒水洒米 你要观想 我自己变观音菩萨 是个慈悲心所现的外表 然后那些众生看到你呢 他就看到观音菩萨 没有分别形 这样 而且对观音 所以刚刚法会下午开始 我带各位念观音菩萨 就是念观音菩萨 我们跟身口意 跟观音菩萨合在一起 所以众生看到我们 就很高兴 因为大家都变观音菩萨 然后你要超度他 就很容易超度 当然很多人一听我这样讲 那我就不要超度 就没事了 那你就成不了佛了 断不了烦恼了 因为下午念了 烟共功德这么大 失实干露水功德这么大 可以不堕落三个岛 可以消业障 可以富贵平安 那你为什么不要 但是你要得到那个 鱼熊掌不可先得 不可两边都要 你要得到这个 那你要守戒律 动机要正确 所以我会强调超度保费 跟金钱没关系 跟你的奔心比较重要 那这两天 他们会长主席说 外面会留一个炉 最好能够烧七天 我建议的 因为这 这是同学没上课 因为烧个七天七夜 那叫大超度 各位最好每天买饼干食物 素食的来 给他投进去 投进去 给他加牛奶 让他烟多一点 这个烟吹到整个马来西亚 因为大家的慈悲心 一起在那边念佛 加持了 然后呢 他就一直在超度重生 就像你点灯 最好点个七天七夜 不灭嘛 叫七天七夜灯 药师经说 一个人生病了 快死了 你把它点七日七夜 四十九斩 他就会长寿无病 有这个意思 同样的 这个烟供 如果能够七日七夜 那各位这一辈子的业障消除 但是不是把它点在那边 随便烧哦 是 你虽然没有来 但是你知道那边在冒烟供 你在家里 一有空就 你要升起观音菩萨的心态 希望这个烟供 更能够超度更多 为他们供养三宝 替他们下施重生 你升起多少念头 他力量就多大 不管你人在美国 不管你人在哪里 那这个烟供永远都在发挥他的功德 而不是把它烧了 没有啊 那就浪费了 要把它透过我们的心 而转化 现在我来带各位念个忏悔文啊 为什么要念 希望大家今天的法会 能够就像我想讲的 我杀死蛇 我跟他忏悔了 他就除了我消除病苦 他就不会一直在伤害了 那不管做什么你都要 你做生意做不到 身体生病 夫妻感情不好 这就是有业障 有鬼神 那业障你要忏悔 鬼神你跟他超度 那要超度之前 一定要先跟他忏悔 就像我们 祖先没超度 我们要跟祖先忏悔 爸爸 我不知道你那么痛苦啊 我赶快要来跟你忏悔 然后我帮你做功德 希望爸爸 能够去有福报 去极乐世界 乃至升天 所以各位请翻到71页 这四个四句话很重要 往昔所造诸二页 过去是包括昨天以前 所造的身口地 伤害到众生的身体杀身 偷盗血淫 嘴巴骗人骂人 说是非心理的贪嗔痴 那为什么造二页呢 皆由无死贪嗔痴 都是因为我们内心 无死劫来 一直留了贪嗔痴 这些烦恼 有贪嗔痴 身体会造业 就会痛苦 所以有了贪嗔痴 你就引导你的身与意去造业 所以你嘴巴会骂人 因为你生气了 你生气了你就骂人 你嘴巴为什么会骗人 因为你贪心了 你贪心了 所以你会去骗人 那你为什么会杀身吃肉 你愚痴 或是贪心 又愚痴 不了解 他会找你报仇的 如果你知道那个肉会找你报仇 你绝对不敢吃它的 就是你不知道 吃人 拌筋 害人 被妞 广青楼上说的 你吃它 它吃你 人死为羊 羊死为人 就一直一直在 很恐怖的 所以各位 你这辈子喜欢吃羊肉 那你要做羊 做很久了 而且还要被自己的人杀 所以这个小孩子很喜欢杀牛 因为他爸爸来投胎做牛 每次杀到的都他爸爸 而且不只杀一次 再一两年又长大 又来杀 要杀好几次了 所以叫 无栽口 不栽造 为什么 他知道杀他人 他跟他什么姻缘 没办法 我欠你债 我上被你爸爸 他只会哭 他只会哭 很可怕的 那 猪呢 在经典人说 猪也知道他要被杀几次 他想要跑 但是他也没办法 猪他还有一个宿命通 我要被杀49次 没法多了 但是他也没办法 所以各位 你不要说 他们不会讲话 他们有意思是 他不会讲话 但是他有意思的 所以曾经有个故事 隔天有几只猪要被杀了 老和尚带小沙咪去住 然后那个母猪叫叫叫叫 小沙咪去上厕所 他就叫叫叫叫叫 叫叫叫 然后意思说 你找你师父啦 我明天要被杀了 那小沙咪就来跟老师父说 师父那些猪找你 那小沙咪说 师父说 你乱讲什么猪找我 真的啦 找你 然后他就去了 那些母猪就哭了讲话 我就是要杀猪人的妈妈了 为什么 因为为了我女儿家里穷啊 我偷了我儿子的几批布啊 偷偷塞给我女儿去生活啊 偷的 那我现在欠我儿子债 所以我还要来还债 让他猪把我杀了 卖了来还他钱 你就告诉我儿子吧 不要杀我 我很痛苦啊 然后他说 你怎么样可以证明 你是他妈呢 如果老师上说 我跟你儿子讲 他不不 讲我神经病了 他妈说 那你跟我儿子讲好了 我在房间 拿一个抽屉 放什么东西 不然他去 你去找 后来他就把他儿子找来 这只猪啊 叫你不要杀他 你看他眼睛像不像你妈 他说他在房间藏什么 然后你去看 他证明他是你妈 他还可以讲了一些 你小时候的事情 你相不相信 哇 那个人一听就哭了 然后就去看 真的是他妈 他永远不敢再杀了 所以各位 收缺债就是这样 欠债要还债 缺别 缺没减债 缺不减债 就很痛苦的 以前还有一只牛也是这样 舍利弗经过的时候 那只牛就掉眼泪 舍利弗受不了 就过去问你 你为什么要掉眼泪 师父啊 我被我儿子杀两次了 后面还好起事 你就救救我吧 我欠他债还债可以 但是真的很痛 受不了啊 然后舍利弗说 那你为什么欠他债 然后舍利弗打坐一关 原来这个男人结婚很穷 但是为了养家 甚至他太太怀孕了 他答应要让他太太过好生活 每天去做很多事 包括害人的事 赚很多钱 赚了很多钱呢 终于买了房子 给他太太生下小孩 等小孩快大了 他就病死了 病死以后 他很执着 很执着他的儿子 然后他虽然投胎 要做牛被杀 但是因为执着儿子 每次都投烂他自己的家 然后他养大了 他儿子就把他牵了 他就一直掉眼泪 杀吧 终于碰到舍利弗 他受不了了 他讲这一段故事 后来 那舍利弗说 那我怎么跟你儿子说呢 那老牛就说了 你跟我儿子说 爸爸在后花园 还藏了两肝黄金 他们也知道了 然后他就找他儿子来 然后舍利弗讲了 这只牛就带着他 挖出两肝黄金 然后他就相信 然后眼睛就变他爸爸 他就相信 各位这个就是真相 你所吃到的肉 都是欠你在 没有欠你在 你吃不了它的 没有欠你在 你欠不了它 所以还有一个故事 各位不知道听过没有 有一位尊者 这位尊者有神通 忘了叫什么名字 有一天他在打坐 旁边有一个男人 抱着一个小孩 手上抓一只鱼 鱼头吃完肉了 弄断 丢在地上 母狗来吃 他就踹那只母狗 不让母狗过来吃 然后又撕这个鱼的肉 又给他小孩子吃 然后又踹母狗 然后那位尊者打坐 家三言尊者 那打坐打坐 干脆就看他 神通一关 他就摇头 世间颠倒 世间颠倒 他在摇头 他旁边的徒弟说 师父你为什么摇头颠倒 师父说你看 旁边那个男人 他手上拿那只鱼 是他这一次爱抓鱼的爸爸 现在还做鱼给儿子吃 你看 爸爸养他 现在吃爸爸 然后他踢的那只母狗是谁 是他的妈妈 他妈妈在养鸡杀鸡 然后现在要投胎做狗 然后夫妻感情不好 连他爸爸现在做鱼 他都要来啃他骨头 恨你入骨 儿子还要踢他 然后你知道 他手上抱的小孩是谁吗 这个小孩子 五百世来杀他的命 讨他的抱 现在要来投胎做他的儿子 好好给他讨债 你看颠不颠倒 这个世界颠不颠倒 不知道的人抱着仇人 吃爸爸妈妈的肉 踢妈妈 你看这个世界都颠倒 各位哪一天如果你了解真相 原来你出的母亲 你阿嬷你会跪在那边哭 阿嬷就爱孙子 爱得要死 爱得要死 然后死了以后投胎做人 他就来追孙子 追孙子 追孙子很好 阿嬷还在爱孙子 阿嬷这孙子 居然给他娶回家睡觉 哪一天你知道你会哭死 这个世间就是你无名 你不了解 所以你会这样子 把仇人当爱人 把爱人当仇人 你爱过的都是你最恨的 你恨过的都是你最爱的 这叫冤亲平等 事实上是如此 所以佛陀要告诉我们 各位这些真相 那你要去思考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忏悔 往昔所造 我们以前不知道所造的这些 生口意的恶业 那是因为我们愚痴 起了贪心又忘了对方是谁 而吃他而杀他 皆由无死贪生吃 所以就从我们的身体嘴巴 心态又去造恶业 那这些恶业让我们很痛苦 也伤害别人 一切罪障皆忏悔 我们要虔诚的忏悔 忏悔完以后 我们来皈依三宝 我不是带各位皈依而已 今天所有的往生者来了 很多很多 从下午做到现在 晚上更多 因为孤魂野鬼 没有太阳 他们会出来更多 带他们归三宝 带着他们忏悔 各位忏悔的时候 你要想 我代替阿公 代替阿祖 代替所有众生忏悔 我们也想过去杀掉 吃掉 骗掉 伤害他的蟑螂蚂蚁 你都要忏悔 你不要说蚂蚁没事 你杀死一只蚂蚁 不忏悔 蚂蚁将来投胎做野狼做狗 它就咬死你 投胎做人就撞死你 蚂蚁也是个生命 只是它肉体小 但它的精神意识是一样 它投胎做蚂蚁 所以我们要天天忏悔 最好每天在家里的佛堂 要念三遍 跪下来最好 忏悔 千万不要等业障来了 那时候很痛苦 你没办法解决 惭愧心是修行最基本的 一个没有惭愧心 他就不想忏悔 然后他就没办法 消业障 如果天神懂得忏悔 就不会堕落 因为消业 所以各位要每天忏悔 就像你每天洗澡 洗澡 它就不会生锈 夜力不会卡上来 因为夜力卡上来 脚断了 回不回来 回不来了 事情又发生了 回不来了 所以每天都要忏悔 每天都要忏悔 养成习惯 就像洗澡一样 除了替自己忏悔 还要替众生忏悔 这个世界这些妈妈们 这些众生多苦啊 所以你要替他们忏悔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 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顾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现在要带他们归衣三宝 我们大家都归衣三宝 归衣三宝 你旁边有36个护法神 归衣三宝以后 很多人说 我不敢归衣 归衣要夹材 归衣还不用夹材 你放心 归衣还可以打麻将 归衣只是你 对三宝有信心 得到三宝的加持 那你不归衣 南无就是归衣的意思 南无观音菩萨 因为你不相信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怎么加持你 南无就是归衣 所以每个人都要归衣 但是今天最重要的 要带这些孤魂野鬼 六道众生 天神也来参加法会 他们归衣了 可以生更高的天 他哪里不要 土地公也要来归衣 他成为三宝弟子 将来功德更大 可以称佛 那孤魂野鬼归衣 他就超度了 所以各位请翻到 七十一页下面 跟我念 希望我们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都归衣 来 跟我念 三宝加持 护法引导 门神开恩 引领六道众生 男女孤魂 累劫父母祖先 往生亲友 流产胎儿 冤亲在主 同来法会 法菩提心 归衣三宝 跟我念哦 他们 你一归衣 你的祖先就归衣了 你不要说 阿嬷你归衣 我干嘛呢 你要引导你的阿嬷来归衣 你要引导你过去世的爸爸来归衣 所以我们叫七四父母光 超度不能光这一次爸爸妈妈 上一辈子的爸爸妈妈 上一辈子的爸爸妈妈 你都要引导他 但是你的虔诚的心就可以引导他 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是个媒介 非常好 你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透过你的心 要加持你爸爸 加持你的怨心在主 那重点都是透过你的心 所以我们归衣了有信心 归衣现在没有什么约束 还没什么约束 他只是一个帮助你 有一个方向 有三宝弟子 有佛加持你 但是更帮助你的祖先 所以你不用担心 外面还在玩女人 怎么归啊 那你只要归衣了 慢慢慢慢 这个事情是毫无痛苦的 就会转换 因为有三宝加持你 生病的人 医生对他慈悲 不会说你生病不要来找我 我们就是生病 我们才要找医生 我们就是在造业痛苦 所以三宝才会对我们慈悲 所以三宝不会放弃我们 观音菩萨不会放弃我们 说你打麻将不要来拜我 观音菩萨不会 你打麻将多拜我一点 他会让你慢慢慢慢慢慢的 没有痛苦的改变 所以大家这样来皈依 好不好 来再念一次 愿父母祖先 六道友情 发菩提心 皈依三宝 你怀孕了你要带着小朋友皈依 你现在有堕胎胎了 三个两个一个 观想他皈依 你的阿公阿嬷也有可能流产胎 或生下来才死的 以前很多的科技不发达 医学生下来都榜很多 你一定要让他皈依 不然他长大了他就要你的小孩子 家里会有问题 那最主要你要带着你的冤情 再走过去吃掉的动物啊 堕胎的小孩啊 跟着你来的都皈依 所以愿他们都皈依三宝 来跟我念 归佛 归法 归身 归佛 两族尊 归法 离遇尊 归身 众中尊 阿尔